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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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宗听后 顿时释然了哈哈一笑说 这有何难 接着唐高宗宣画师进宫 为皇后画一幅精美的人物肖像画 画师完成画像以后 皇后武则天还是不露一丝笑容 其实武则天之所以向高宗撒娇并不仅仅是想要一张人物肖像画那么简单 他的心里早已有了一个更惊人的计划 武则天继续向高宗撒娇道 皇上刚才说臣妇有菩萨之相 那为何不在龙门山上开枯造像呢 臣妾愿捐知分钱资助此事 唐高宗对武则天是言听计从 立刻下令 武皇后永怀众生 智怯普度 你娟资造像 追福 即刻在洛阳龙门 为他开枯造像 虽然高宗并没有明确佛像 要按照武则天的模样雕草 可是操办这件事的大臣却心领神会 禀止后立刻开始进行佛像的雕草工作 雕草完成的大佛通高17.4米 头高4米 一只耳朵就长达1.9米 丰满圆润的面庞 舒展秀丽的眉宇 具有明显的女性形象 这在唐代造像中堪称绝无仅有的一座 为了给大佛起个名字 唐高宗也脱费了一番心思 他将大佛取名为卢舍纳大佛 在梵文里卢舍纳的意思是光明普照 后来武则天为自己造字取名为照 这个会议字的意思就是日月当空光明普照 因此这尊相不但形态像武则天 连名字的含义也完全一样 洛阳当地的老百姓说不惯卢舍纳 就直接称呼卢舍纳大佛为武则天相 意思是说这尊佛像的容貌记录了武则天的容颜 直到今天 中国河南省洛阳龙门街上的老百姓们 依然这样称呼 虽然卢舍纳大佛是按照武则天容貌雕造的 这只是河南洛阳的民间传说 但是在卢舍纳大佛北侧 有一处提记却真实记录了武则天 与卢舍纳大佛的一段渊源 这个被文中记载 月以贤恒三年人身之岁 四月一日皇后武士住资粉前两万贯 就是在这个大象刊开凿过程当中 贤恒三年就是公元六七五年 武则天拿自己的两万贯资粉前的资助此项工程 他的用意也是在高中发院开凿的照相的过程中 皇后的身份做资粉前表示一个忠心 同时也是一项功德 唐高中时期的两万贯钱不是个小数目 专家说为了方便保存和技术 中国古人习惯用线绳把铜钱一枚枚穿起来 一千枚铜钱为一贯 中国唐代的两万贯钱 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六百万元人民币 在建造鲁舍纳大佛的时候 武则天虽然还是皇后 但是高宗李治已经完全成了任他摆布的棋子 当时朝中大臣把武则天和高宗并称为二圣 可见武则天已经把持了朝政 这个时候他掏出两万贯支粉前资助建佛 表现出他对佛教的重视和推崇 这是因为他需要借助佛教 帮助自己实现一个重要的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鲁舍纳大佛建成之后 武则天已经把持了朝政 他早已经不满足自己皇后的身份 他想真正登上天子的皇位 身边的一些高僧 对武则天的意图心灵神会 开始宣扬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 为武则天的登基称帝做铺垫 那武则天最初来 经典中找不到两个根据 找到的就是反对的事 从道家的学说中也找不到支持 唯独在佛教经典中 他找到了两个根据 武则天要均临天下的念头 十分强烈 但是在唐代以前 还从来没有过女人当皇帝的先例 武则天要登上皇位 不仅要把持朝政 还要在形象上树立自己 君权天兽的神秘色彩 这座卢舍纳大佛 先是把他和佛的形象连在一起 混为一体 而他更受益高僧们 在佛经典籍中寻找理论知识 目的是为他登上皇位 提供一个合理的依据 表现武则天跟佛教的政治渊源 是这个大云经 大云经里讲了一段话 静光天女 得道成佛 并且受佛祖的委派 去统率转轮王国土的四分之一 其实也就是东方国土 讲了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对武则天太有用了 所以一下子把大云经的位置提起来了 组织高僧大德 修大云经书 给他著书 对于武则天能够建立政治权威 能够在精神上说服他的百姓和大臣 能够当上皇帝 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大云经让武则天如获至宝 他下令注解大云经 务必要把佛经解释得浅显易懂 让老百姓都能听得明白 在为大云经进行注释的大云经书中 高僧们把武则天解释成弥勒佛的化身 把静光天女和武则天画上了等号 武则天对于这样的解释非常满意 他下令各州都要建立一座大云寺 寺里都要配备一部大云经 并且还要让各地的高僧大德同时开讲 向民众普及 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大云经的热潮 目的就是要让每个老百姓都知道 让一个女人当皇帝 这是佛祖的旨意 这通现藏于山西省国务院的 涅槃变相碑 就克遭于武则天执政的天寿二年 也就是公元691年 石碑曾立于山西林仪县大云寺 因而成为五周时期各地掀起 大云经热潮的实物力政 专家说 有了佛教大云经的理论之称 在卢舍纳大火雕凿完工 十多年之后的公元690年 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天 武则天在洛阳明堂举行登基大典 正式称帝 代国号为周 自从北类一来 就有一个皇帝和佛统一的这样一个传统 像云岗石窟里的那些大佛 那就是皇帝佛 皇帝和佛是合一的 武则天在这个时候 拿出自己的脂粉钱 来修这么一个佛像 其实也表现了他参与社会事务 而且赢得人们信仰的这样的一种勃勃雄心 这个实际上和他后来要当皇的一种基调 是完全一致的 在洛阳龙门石窟现存的两千三百四十多个窟坎 仅十一万尊佛造像中 卢舍纳大佛是规模最大 最精美的造像 它历经一千多年风雨洗礼 依然屹立在衣水河畔 面露微笑 舒展秀丽的眉宇 默默地注视着云云众生 卢舍纳大佛是研究中国唐代历史珍贵的实物资料 也是古代工匠精湛工艺的体现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